见过王爷 免你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 王爷 你一定要平安地回家 冒失 话说 当今天子的御帝 九千岁康王 被金营扣押作为任制 遇之驾ió 九千岁见识不妙 赶紧逃出金营啊 金乌珠得到消息之后 立刻带人马是紧紧的注意感 那赵购一口气跑出去了几十里 把骑来的战马都累死了 继续逃跑 可是金兵追得越来越近 金乌珠气坏的是暴跳如雷啊 小儿照顾 你休想逃走 可是走大道金人追得快 没办法走小路 登了山坡 翻山越岭 往北跑 此时金乌珠看得清清楚楚 小儿照顾 今天上天追你到灵修殿入地 追你到水晶宫 要叫我抓住我将你四十万顿 你还是给我回来 九千岁新的话死我也不回来 喝出去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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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山下闪目一瞧啊 是大吃一惊啊 怎么前面有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 江面上波浪滔天呢 一只船也没有 哎呀这可怎么办 前边大河拦路后有金乌珠 追赶这上爹无路入地无门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仰看金乌珠来了 突然就在旁边的小山坡上 出现了一人 此人大喊一声 嗨 康王千岁 不要担惊 少要害怕 某家 打完了 紧跟着 一匹马冲下山坡 来到了九王千岁进前 马上支人 跳下坐骑 千岁受惊了 康王闪目一瞧 哎呀热坏了 真好像抖大的明珠落在怀里 来的谁啊 正是老英雄周同的大徒弟 当初五个场枪挑响梁王 向周第一勇士岳飞 岳鹏举 那岳飞 暗中保护康王来到金营 方才是抵挡追兵 来迟了一步 让康王先到了江边 千岁 请您上网 带我抵挡追兵 哎呀 千岁去哪儿 你把马给我 你怎么办 不要紧 您快走吧 快点 说着一副康王 康王帮他任邓城垮坐进 岳飞照定马后求着 打立着 这匹马昏昏暴叫东 跳进夹江 随后 批凳扑扑扑扑扑扑 往对岸游去 就在这儿 金屋珠带的马已经赶到了窃进 岳飞一挥身 哎 站住 啊 金屋珠一看眼前站这么一个人 耳朵素的小白脸 人不惊人貌不压重 敢惹我这铁骑将军的 你是何人 不管什么人 反正你不能过去 压你找死 上 一员大将提马来斗窃进手中 大枪一斗 来个夜叉探海 岳飞在布下 他在马上得来个大探身 岳飞一看 来得好 一看枪 奔钱熊扎来了 猛一闪身 越过枪尖 越过枪挡一伸手 碰 把枪杆抓住了 往怀中一带 哎 马上这元将啊 以为岳飞是个小白脸 没那么辣的力气 哎 往回去夺 哪知道岳飞利益大无穷啊 啪 这枪可就到在岳飞手了 随后啪一吊个枪头冲钱 哎 炸 你说这元将死得多冤呢 还没等明白呢 啊一个大厂门 这一枪正扎在耿嗓咽喉啊 大叫一声 翻身落马 岳飞抬腿 蹭蹭枪尖血迹 随后抡起大枪 向车轮相往 再看这几十人围着岳飞转来转去 像走马灯一样 那岳飞蹿蹦跳跃 闪斩腾挪 真如上身的猛虎 下海的蛟龙啊 把这几十个人打得滚都滚 爬得爬是哭爹喊娘啊 好 大人 哎呀 起死我也 进屋中心的话 就凭这么一个小伙子 竟然 别当我这么多人 这还留得 来呀 给我开弓放箭 此时岳飞一边打着 用严调的余工扫着 干嘛呀 他在看呢 康王千岁 一看康王千岁 已经到了夹江的中心 马上就过去 凋零剑已经够不着了 一阵大笑 哈哈 金屋珠啊 某家也走了 说扰虚黄一枪 蹭 跳出圈外 登登登登登登 跑到江边 然后到江边 坐在那边 站住 这边有请 好好好 那众位等一等啊 那我过去看看 好好好 好好好 走 进房主 来 秦大人 你好 先生你好 先生真是京城第一名字呀 刚才那一名 这一段说得十分精彩 不敢当 还请大人赐教 不过呢 康王乃是王室贵胄 文武双全 你把这功劳全都说到岳飞的头上去 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是是是 大人言之有脸 各位书客 刚才您听那段书啊 是我不算出来的 现在才书归正状 话说九千岁康王 逃离金营来到了家江 闪目往前边一看 家江江面很宽 水深浪急波浪淘天 后边接不住数千兵马 眼看到江边 哎呀这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交天天补玉 交地地不应 堪王急坏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间 呀 只见小山坡上出现一匹白马 这匹马太漂亮了 铁纸背高八尺头之尾常有账二 大皮管细齐碎刀笼和竹签小耳朵 水桶脑袋瓜 眼塞铃铛 席流声报叫龙音虎啸 马挂威武林 来到康王千岁进前 咯噔 他站住 康王一惊 啊 哎呀呀 白马白马 难道你要救小王吗 这匹马打着响饼 哎呀 马通人性 谢天谢地 再看金吾珠已经到了 康王急忙 帮人等乘跨坐骑 这匹马真神了 腾空而起 息流暴叫 想龙音虎啸 说 马跳 夹江 嘿 生西街屋 连个水花都没见起 紧跟着批波斩浪 说说说说 就像啊 在江边上啊 飘过去一样 很快来到了对面 康王一看呢 长衣筋湿了 还想把衣筋拧一拧啊 再穿上 甩凳下马托 多些衣服拧干了换上 那匹白马是踪迹捷舞 这幅江山万里图 朕多年迟迟都没有把它画完 遇到构思上的难题 朕有时会埋怨太祖太宗皇帝 为什么打下这么大的江山 让朕画这么一幅图都难 现在可好了 一座座城池一片片江山 就像送给金人的礼物一般 说丢就丢了 你们说 要你们有何用 父皇 父皇 都是儿臣做得不好 让父皇忧心了 你哪里做得不好啊 你要说做得不好 是为父我做得不好才对 我留给你的江山不稳 留给你的大臣不才啊 你说一说 老百姓都是怎么说来着 立佬 pottery 奎尘当道 哪一个是奎尘 你们说 哪一个是奎尘 你说说 启禀太上皇 臣以为满朝皆是 皆是中军之臣 那为何有今日之局面呢 照你的意思 是我们父子的问题了吗 不 臣不敢 臣不敢 今日是虎狼之躯 蓄谋已久 大宋猝不及防 才会到如此局面 你之前不是说 只要不断纳贡 就能换到天下太平吗 不不不 可今人是坦德无厌 包藏火心 他一心想踏平中原哪 那为何没有人跟朕提起过 个个告诉朕的都是天下太平 四夷宾服 都在骗朕 你们都是奸臣 太上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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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盖万死 皇儿 你说 老百姓口中的奸臣 到底是哪一个 父皇 父皇 宰相乃百官之首 我看此事 您应该问蔡大人 你说吧 说 李康 是李康 如果不是他死命抵抗金人 金人不会大举进犯打到汴京 太上皇 你要明定 我要是不抵抗 朕现在就在阴草地府了 太上皇 既然你说不出来 我告诉你 这个奸臣 这个奸臣就是你 来了 皇上 太上皇饶命啊 把他给我拖出去 太上皇饶命啊 太上皇饶命啊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 再上皇饶命 饶命啊皇上 饶命啊 皇上 父王 现在该如何 现在该如何 你去问李康吧 大宋若有忠臣 何止于此啊 什么 大宋若有忠臣 大宋若有忠臣 何止于此之下 甘文宗帅 我们现在目录多少兵马 万把人马 京城被围数日 救援之策不可还 还须速速派兵啊 小王家眷聚在城内 小王心情不比宗帅少 可是 可王 你有何忧虑啊 这万余兵马空有热情 未经训练 万一真的遇上金人的金戈铁马 简直是一乱击石 更何况 父王已经下了响表 万一我们望此出兵 激怒了金人 你说 京城已被金人所控制 皇上的响表 是被迫无奈所写的 那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不能信啊 所以还要速速派兵啊 将固兵寡 难成意外之功 那出兵所向 请康王明示 沈奋行事 料夺彼此 未得历变之许 不能枉此動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孤儿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么快 很犹豁 救命 救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四太夫 四太夫 快点 起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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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快点 皇上 皇上 回禀四太子 这些人都不得了 这些放不下车也无法装传 我们该怎么办 请四太子处置 这是他人的 有个话 快点 回来 所谓的 他人是要的 忍不得 可能 阿姨 这些东西就是最好的证据 你们说我要怎么处置这些东西 杀他 杀他 不要 杀他 不要啊 不要 这些字画全给我烧了 这些石头 统统给我丢进黄河里 最好能填平了 我们禁军的金戈铁马可以走得更平坦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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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黄金五百万两 白银五千万两 牛马万匹 不仅千万匹 将燕云二帝 抢上监역 都能信 这个是 你还是得帮你 那眼睛 别人 无论 不仅千万区 有帮你 试价 尽 放大 什么 致上 这些人 但我要告诉你一句 留下千载万事骂名的 绝不是我金乌珠 而是你这两位皇帝 我呸 今日顺从 明日富贵 我见你这把岁数 想必父母年事已高 在座的各位 只要愿意顺从我大金的 吉祥高官厚禄 中军施主不负顾驾 数字不足于谋也 来人 拉出去扛啊 皇上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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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那些奸人竟然如此卑劣不堪 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如此听之认之吗 这些奸人竟然如此卑劣不堪 这些奸人竟然如此卑劣不堪 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如此听之认之吗 总则 赶紧派兵救回两位皇上 殿下 两位皇上都在金人的手里 不宜大动干戈呀 那怎么办呀 难道让那些金人 把我的父王 还有年轻奴走吗 岳飞 在 你立刻率兵渡河 结救二弟 末将遵命 岳飞 救援军府 就全靠你了 行事务必小心 千万不要让金人 驾害小王家眷 请王爷放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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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阳光 住手 住手 翊儿 王爷啊 快起来 王爷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刚刚做了哥哥梦 我看到翊儿被惊人 你说会不会 王爷啊 这梦里的事情 一般都是反的 您哪 不用太担心了 王爷 请您喝杯水 压压惊吧 王爷 您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 真的 真的 那就好 那就好 汴京被攻破 二圣被俘 金军大获全盛 他们押借大批战俘 北规 在战俘里 不光是二圣 还有赵姓的宗亲 以及许多大臣 除了九子康王赵构 在外秦王 幸免于难 约者全部被俘 并拉走了 很多珠宝玉器 就连礼器 法物 以及教房的契乐 还有八宝九鼎 混天仪 颗漏同仁 周城府县的地图 宫中的侍女 说书的唱戏的技艺工匠等等 一个不落的全部运走 干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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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跪下 你 还不赶紧跪下 开头 行前阳礼 这是我们大金特有的授降仪式 你 赶紧圣上 能放我们回去 只要我们能够回去 割底培阴 我们什么都愿意 说圣上 那让我族人统统返回 我 我即便 俯首称臣 也心甘情愿 俯首称臣 你配当我大金的臣子吗 大宋 原本在中原雄聚一方 可这到你们手里 却是穷奢极耻 滥增捐税 建宫殿 修园林 历朝历代积攒下来的财富 却被你们挥霍一空 搞得民不聊生 愿生再到 在你们眼里 除了古玩美誉 书法自画 何时有过黎民百姓 大宋到了今天这般田地 并不是我大金兵力强盛 而是你们二人昏庸无能 天方 江峰召集 唯昏德功 江峰召唤 唯众魂好 好好好 好好好 谢太宗皇帝 谢太宗皇帝 是 皇上, 你慢呀 皇上 皇上 继续 落着干什么 走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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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快点 走 你们放肆 快去 走 进去 快点 后人 快点 快点 我在这儿 放开你了 你 放开你了 你 死人了 我不能死 我 我得和我小心 开办了啊 开办了 吃吧 我不吃 我不吃这东西 这是人吃的吗 我不吃 不是人吃的呀 乖 是谁 你会吃吗 你不吃 我不吃 乖 宝贝 你平日的雄心壮志都拿去了 留下这条命将来才能有所作为 不管什么样的遭遇 我们都要活着 陆思绅生还很难说 你我一定要见机行事 你我一定要见机行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金元帅册封宰相张帮昌为大楚皇帝 令其统治黄河以南的地面 大宋朝从此改朝换代 我这回啊那是死里逃生啊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金人在汴京大肆掠夺 总前还立下张帮成为大楚的皇上 这老头子胆小如鼠 怎能立他为敌 我大宋的江山岂能旁落他性 金人这么做就是想立个傀儡皇上 想让他日后暂时统治中原 他非肇事后人 何以服天下 是啊 所以百姓不服民心不安 我们得立新的楚王了 才能光复我大宋江山哪 用立新主 汪大人心中可有人选 如今能马上登基的 只有九王爷呀 小王 少王